选战接近楼 所以呢最近很多都是跟选战相关的话题 来看到呢照片当中 最大的这个大头 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 他最近呢因为他有网络节目嘛 他就在他的节目当中聊天聊到了 说这个民进党的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宏呢 曾经向柯文哲谋职 好此言一出呢 沈慧宏的竞办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刘康燕呢 立刻动作很快10月3号的时候 就在律师的陪同之下来到了新竹地检署按铃提告了 好那现在呢大家都质疑说 哇新竹耶新竹效率是不是特别快呢 好因为呢照片当中呢 这一天提告的日期是10月3号 好10月3号到这个竹检来提告了 那么6号的时候呢就寄出了船票 好船票隔天呢吴子佳就收到了这个船票 他得知14号就要开庭 下午2点半哦 算一算这个时间呢 他等于哀告11天就开庭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想知道说 哇是不是新竹地检署 你们效率这么快啊 哀告11天就开庭了呢 对此呢吴子佳他有做出回应 他说呢你以为我吴子佳会怕你吗 搞错了要关就关啦 我挑战权威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这个政府是黑社会嘛 当然要关到我才比较爽咯 我随时准备去关 检察官你不要搞错了 我才不怕你 我一定会准时出庭的 看你能拿我怎么办 对此呢其实 这个时事评论人李正浩呢 他也对这个事情有表示回应 他说呢 他也有提告别人选罢罚 他7月就提告 但现在还没有下文呢 三个多月过去咯 怎么人家告11天就开庭了呢 时事评论人谢寒斌说 三天发船票 11天就开庭 非常离谱 因为通常三个月拿到船票就算快了 所以呢他就反问说 你说这个国家机器到底有没有动起来呢 那么在脸书粉砖 上书大人曾基林也有po文 说这个 我都不知道台湾的诉讼效率 怎么时候变得这么迅速了呢 公家机关一再的被质疑 为特定政党服务 而你们呢 还在闭着眼睛说 民进党爱台湾吗 今天我们在线上 请到的是前立委 孙大千 大千哥早安 是若宜早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大千哥看到这个 吴子佳的事件 我们觉得哇 我们台湾好像有希望了 这个诉讼的效率特别快 11天就说要开庭了 对此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的确这个行政效率真的快的惊人 那么当然不免会让大家怀疑 为什么这个这样的行政效率 会出现在新竹的地检所 那么这个背后是不是有政治压力 是不是有高层受益 那么是不是因为新竹是柯建民的地盘 所以所有的行政效率都可以快的 如此惊人 让民进党满意 那么事实上我们过去选举 这么多年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提告这个意图使他人不当选 违反选拔法的这种提告 那么大概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涉及会选 如果涉及黑函 那么检教单位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要立刻采取行动 所谓的这个强制行动 不管是搜索或者是扣押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约谈 但是另外一部分 如果只是因为发言的言论 而被提告意图使人不当选 这种提告 事实上在选战期间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里长跟里长之间会提告 议员跟议员之间会提告 市长跟市长之间会提告 所以对每个地方的这个地检署来说 这样的诉讼案件是这个多不胜署 然后这个根本不 可能会在三天就可以发传票 然后在十一天就可以开庭 那么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 就是说这一次沈慧宏阵营告吴子佳 违反选拔法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吴子佳的一句话而已 那么这句话有没有严重到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采取这些积极的作为 其实这是我们外界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就如同这个郑澳提到的 有人在7月就提了违反选拔法了 我举个例子 张善政在桃园参选市长当时立刻就提出违反选拔法的原因是因为民进党的这个桃园市党部把某一个周刊的内容映成了这个精美小册子塞到了家家户户的信箱里头去 那么张善政阵营认为说这是属于黑寒类型 违反选拔法 所以他们就提告了 那同样是违反选拔法提告 大家比一下这个中间的差别 一个是家家户户塞黑寒 而且投下的经费可能上百万 甚至几百万的经费 另外一个只不过是吴子佳的一句话 说沈慧宏曾经向这个柯文哲求官 到底这两个哪一个对于选举的结果 会有造成重大影响的可能 那么为什么桃园有没有在三天就发船票 有没有在11天就开庭 如果像桃园我今天举的例子 都没有这样的行政效率 而新竹可以拿出这样的行政效率的时候 那大家就要怀疑 第一莫非新竹地检署闲到没事干了 手上根本没案子了 就来一个就赶快处理了 就剩这么一个案子了 那么第二那就是桃园地检署行政懈怠了 这件事情新竹地检署可以这么快速的处理 而桃园地检署却不行 所以事实上为什么外界会对于新竹地检署 这一次的这个反应会让大家觉得 这个出乎意料 甚至这个全面哗然的原因就是在于 我们只要经历过选举 我们都知道依照所谓这个违反选办法 提高内容的严重性 才能够决定他开庭的效率 跟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速度 那么显然吴子佳这件事情 并没有严重到这么这个地步 我相信比吴子佳所提出来的那一句话 更严重的在全国各地 各式各样违反选办法的这个提高 到目前为止 恐怕都没有见过这样的行政效率 我自己参选过将近20年了 这20年来我们也曾经提高过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地检署 能够拿出这样的行政效率来 因此当然不免会让我们怀疑 这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